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 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芒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都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讲一下这个 欧盟外长,亦都是欧盟最高外交官博雷利 他接受新加坡媒体,即海峡时报访问时就承认 这个欧盟的对中国去风险化 确实存在着风险 之前我们都说过,其实这个是 因为始终你去风险化当中有些东西 你是打破了之前一直是 是设计出来的 是吗 你用那么长时间 说真的 现在你不用俄罗斯能源 其实你都知道自己都是糟糕的 尤其是德国 你预算了 你要减少对他的依赖 你自己在过程当中会有痛苦痛楚 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即欧盟外长,俗称 博雷利接受了海峡时报访问时 他居然说 美国 对多个国家实施 域外制裁 将国内法律强加在第3国的做法 是违反国际法律 他这么老实 说 跟欧盟采取的措施有很大的不同 博雷利亦都是重新反对和中国 经济脱欧的政策 因为这个会为全球带来一场 无限的危机 有打念到销 他接受 新加坡海峡时报 访问时就说 当然问到了 都挺老实的 海峡时报 你觉得 制裁俄罗斯是否有效 博雷利说 事实上在欧盟的范围内 任何条约 都不存在着制裁的说法 这个好笑 欧盟使用的 他说我们不是叫制裁 叫限制措施 那么好听 果然是外交官 没错 我们限制一些行动 比如购买俄罗斯天然气 向俄罗斯出售 生产 军备所需的电子产品 即限制出售 他说这些不是制裁 这些限制出售 和限制购买 这些是我们可以做的最基本事情 他跟着又说了 欧盟的 限制措施 和美国 采取的做法 是存在着很大区别的 其实他这样的 是否担心 人家觉得 你和美国一样 经常制裁人 他亦都说 我们不会在 域外採取措施 我们不能够要求一家印尼公司遵守我们法律 但是美国他就这样做 要求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们的制裁 这样 很 毫无疑问的 是将自己的法律强加在第三国 这么狼胎的 美国 就说 欧盟认为 这个是违反了 国际法的 即是说 美国将自己的法律强加 给第三国 违反国际法 正 是因为这样 我们不能够 阻止 印度公司 购买俄罗斯石油 虽然他们一直都有买 当然有便宜的 谁买 你都想买 不过 你担心 是被人吠你 薄雷利 之下就说 如果买不到俄罗斯石油 全球的石油价格 就是因为短缺而飙升 付出更加多的代价 他不想看到 所以 只要俄罗斯 石油总收入下降 我们 就不在乎 印度 是不是购买俄罗斯石油 因为他知道 印度肯定会逼你打折 这个他也挺聪明的 应该说一下 吃透了印度的 属性 薄雷利 曾经 亦都 说过欧盟已经意识到 印度 练油商 现在大量购买俄罗斯 原油并且加工 之后就出售回欧盟国家 欧盟应该是加以制止的做法 但苏杰生很快就 反击了 他建议薄雷利 读一读 欧盟自己的规定 因为 相关的法规 俄罗斯原油在第三国经过高度加工之后 就不再被视为俄罗斯的产品 之后 不再和中国进行经济上的往来 但他说 哪有可能 这个是打脸 萧若远 我们每日和中国的贸易 每天 是有27亿美金的 是每一日 脱欧 唉 忘记了这个词 我们 如果我们想着这样做 将会令到全球造成一场 可怕的危机 老师会不会说 不怕 27亿 你可以输入我的咬咬果和什么沈家花生 吃到你嘴都歪了 27亿咬咬果 他又说 这个欧盟必须 避免经济上对他国的过度依赖 这个需要落实政策 而不是只有口说 他也说必须认清脱欧和去风险化之间的界限 因为他担心 去风险化太多变成脱欧 他也承认 对中国去风险化确实存在着风险 因为你去得太多 可能你已经是脱了欧 你就回不了 他就强调 去风险化究竟去到哪里 什么是适可而止 脱欧从哪里开始 这些他还不知道 所以他就必须 目前就要是务实 和谨慎 避免过度依赖 但是 亦不可以和中国切断 经济关系 因为担心这样 就会脱欧 之后 记者又问他 包括新加坡在来一些国家 就担心对华去风险化 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即是 你担心大了 你是不是愿意和其他国家接触 考虑他们的关切 当然当然我们都知道 去风险化是有 这个叫做 风险的 也都知道各国家担心 是正确的 因为去风险化 大家都担心是有风险存在 去风险化听起来挺好的 也合逻辑的 但是我们 必须要知道 我们去风险化过程当中 小心界定什么的风险 和去风险化 带来哪些额外的风险 当然他都说的确确 去风险化是会有风险 和去风险化 我们的政策 会产生 一些什么的附带 影响 如果说 欧洲有什么是应该 指责的话 这样 我们 就可能是 可能是没有充分考虑到 我们某些政策附带的 这个影响 即是去风险化 他觉得都有附带影响 当然 例如我们和我们东盟的伙伴 可能 东盟伙伴不愿意 是和中国 搞叉关系 是不是 他也说 欧盟和东盟 对于 这个林业的政策 影响进行深入接触 当我们说 不要再砍伐船目 我们必须 考虑到 对其他人和国家的影响 中旅游就是一个例子 一直是存在着巨大争议的 他承认 用大妈 之前有点 拗叫 没错 博雷利其实上个月在欧洲政策中心举行的高级 政策对话当中亦都说过 类似观点 他说 西方是不会 和中国脱欧的 听到吗?老潮 因为 这样对于全球经济来说 是相当可怕 会令全球巨大衰退 他同时 吹捧所谓 欧盟 和整个西方国家的对话 去风险化 希望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 但我们看看 虽然美国 经常是乱差地使用制裁措施 亦引起搏雷利的不满 但是 是的 其他媒体 要跟着嘛 是的 你们跟着嘛 没办法 其他媒体就已经 什么时候搞第十一轮制裁 他说不是制裁限制措施 不是制裁 哈哈哈 这真的很可笑 十一轮那些 都是要搞的 的姿态 但是 你想想可以去到 十一轮 十二 还可以去多少轮 真的 还有多少能够继续玩下去 是的 你的那个名堂 就叫第十几轮 第十几轮 其实某程度上 你已经去到 公布那些 要制裁的 一些公司名单 这样 是的 你看美国 那里也有制裁一些 商务部 一些制裁名单 他已经没有说第几轮了 这没有意思 是的 你最多是加长的list 真心说 对不对 你还可以做到什么 对不对 还可以做到什么 那 薄雷尼呢 他 亦都是说是 但是 都要继续 限制下去的 商务部发言人 促国庭 其实之前亦都强调 因为你知道第十一轮 这个制裁名单 是有中国企业的 是 他就强调中方一贯 是坚决反对 没有国际法依据 和未经 联合国安理会 授权的单边制裁 但是 一样俄罗斯在 是吧 和长臂管核 希望欧方 珍视 中欧互信和合作大局 是要 审慎行事 不要开启 恶劣的先可 中方将密切关注 这个 进展 坚定维护中国企业 开展正常 贸易的权利 另外 外交部发言汪文斌先生也说 中欧 是合作伙伴 不是竞争对手 但是现在 欧洲吹出来的风 会视中国 对手比较多 但是你经常说什么 对手去风险化 你经常踩我台 我会继续和你做生意 这个就是你们需要想 不要像台湾佬 赛政府 不要说全部台湾人 就说 我们两个关系不好 我们继续可以 你要买我的 凤梨 不会 不会 你们 之前也经常说 台湾地区有很多大陆的间谍 其实 这些 你看看 其实他 现在都要操作 都是要操作 因为 选举近点 学习闻老师说的 中方 愿意和欧方一起 落实好领导人共识 即把握好当前 中欧关系发展 大向 即大方向 和 主基调 巩固中欧关系向好发展的势头 推动全面启动各层级 实体交往 激活各 领域 互利合作 不断充实 中欧合作的内涵 为 现在 这个世界真是几乱 为现在变乱 变乱 交织的 国际局势 是提供 更多的稳定性 和正确性 我觉得 薄雷 有时 不是经常 有时他也是聪明 知道不可以说那么大 其实他 说话 一直都比冯德阳 谨慎很多很多 当然 比什么没错 即 那些更加不用说 那些 欧洲议会的议员 其实 看到都是 暖差的说得比较多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